下面呢,我来看一下,容器中病的作用欲。 作用欲是个什么东西? 我们先写个程序,演示一下。 现在工厂动作会,我们考虑它吧。 我们先写个程序。 我先写个程序。 我先写个程序。 写个程序。 现在这个程序跑起来,和我们灵机是一样的,对吧? 我们没有做其他改动啊。 好,大家看着啊,我现在给这儿做个什么工作呢? 把它删掉。 我再来一个。 Sumservice1,Sumservice2。 我问问大家,现在这个Sumservice1和Sumservice2是同一个对象吗? 它是同一个对象吗? 是。 是。 哦。 哦。 我以为是知道了。 哦。 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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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。 它都是我们容器创建的。 我获取到这个Sumservice2的对象。 在什么时候? 我是不是没坐下边的时候,在这儿的时候,是不是就已经创建了这个对象吗? 只不过我IT表盖的病,是不是从容器里边把这个对象拿过来呢? 嗯。 然后我又拿了一次。 但容器里边是不是就这一个对象吗? 所以,我们跑一下这个程序啊。 你看看。 是不是一个? 是一个对象吧? 好。 也就是说,这里边这个对象实际上是单类的。 对不对? 我怎么获取它都是一个对象啊? 然后你看看,我这儿稍作修改。 这是一。 这是二。 这是一。 那现在。 这是一。 这是二。 那我问问,现在的一和二是一个对象还是两个对象? 一个还是两个? 一个还是两个? 肯定是两个呀。 因为还是这句话,我这儿没执行的时候,我是不是在这儿就创建了两对象了呀? 没有啊。 容器就创建了两对象,这两对象名字不一样啊。 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吗? 萨贝子一萨贝子二是不是两对象啊? 然后我,这儿是不是调用了? 这是萨贝子一。 这调呢? 萨贝子二。 我是不是使用的? 从容器里边是不是获取到的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? 所以,我们运行一下,两对象吧。 对不对? 其实,我把这儿再给你加上。 你看一下,它这个执行了几次? 啊? 这个萨贝子一萨贝子执行了几次? 几次? 两次啊。 是不是? 对你,打我。 是不是? 因为,我是不是相当于在这儿拥了俩对象吗? 只不过这俩对象,是不是都是这个类的对象? OK。 看着啊,现在我把它给你注视掉了, 就大家这个已经理解了。 看着这儿,它不是作用范围吗? 我们现在不是讲作用范围吗? 我再给你加个scope。 scope这个东西,我们其实见得很多了。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一二百大师,我们也见过scope呀? 是不是? 这儿,这儿这个scope。 你看看它的取值。 是不是这么多取值啊? 这么多取值里边,我现在, 这边取个他先。 取个他啊。 取个他以后, 看着会出现什么情况。 我加到这儿, 我加到这儿了啊。 加到这儿, 我加到这儿了。 看看, 什么情况? 我这个容器已经创建了吧? 但我的对象创建了没有? 没有。 没有呢啊。 我的对象现在没创建的。 啥呢? 我这儿这个名字是不是没改啊? 这suffice1, suffice2, suffice1是吧? 我这也给它去掉了啊。 给它去掉了。 然后这也给它去掉了啊。 我重新, 重新来运行。 看着, 现在是不是没创建? 对吧? 然后我走一步。 我是不是获取了一个? 获取了一个, 这个是不是就别人创建了? 我再走一步, 看到没? 又创建了。 对不对? 咱俩再往下, 没啥可说的了。 是不是正常输出啊? 两对象嘛。 对不对? 这是两个对象。 诶,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诶, 在这儿给大家, 就要说这个问题了啊。 那么, pro, proto, type, 表, 表示, 是, 或者说, 称为, 圆形, 模式。 它是圆形模式。 它还有一个, 叫什么? single, 套, 称为, 单力, 模式。 这个是, 这个是, 默认的。 它是默认的。 它是默认的。 那什么是单力模式? 它这个单力模式就是, 在我, 容器创建的时候, 在我容器初始化的时候, 我就把你这个对象给你创建好了。 也就是说, 这个对象我是不是就创建了一次? 然后你再使用的话, 都是拿着这一个对象。 而圆形模式,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, 圆形模式, 这个对象在容器初始化的时候, 创建了没有? 没创建。 什么时候创建的? 你用的时候是不是才创建的? 所以这两个啊, 是不一样的。 圆形模式的对象, 是, 使用时, 才有容器创建。 它也是容器创建的。 这个呢? 啊, 还是, 容器初始化始。 也是, 有, 是不是, 容器, 共同点都是容器创建的, 但他们创建对象的实际不一样。 那也就是说, 我每运行一次, 我创建一次, 运行一次创建一次, 那么相反, 每一次, 每一次使用, 我是不是都mew了这样一个对象? 所以,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? 叫作用力。 当然, 这个作用力, 你注意, 除了它以外啊, 我们还有其他方式。 当然了, 这个我们看一下啊, 这个里边, 奥特加论号, 现在是不是就四种啊? 对不对? 就这四种啊, 这四种里边, 我们常用的是Prototype和Singletown。 当然Singletown是默然的, 我不指定, 是不是就是Singletown啊? 嗯, 以前老版本里边, 还有个叫global session的, 现在, 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看到, 没有了? 它里边也没有这个了,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, 这个在集群的时候使用的, 它在集群的时候使用。 现在都用这个Session, 不过这个Request session,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用的? 一看Request session, 这肯定是, 我们是不是外部项目里边要用它呀? 不过我们外部里边啊, 用它用的也不多, 也不多, 大多数就是Singletown或者是Prototype, 这两种方式。 那么这就是病的作用用。